带孩子其实难不难 难 你想拿铁他走路 一百米到头了 你得抱着他 要不然你就是推个车 你那边再有一个那个 一天问你一万个问题 然后你这个在那 你找到你 刚给他回答他的问题 拿铁说我要拉臭臭 你就永远在管这俩孩子 你带的时候 是别人是没法帮得到你的 除非是轮弯的 那你其实大多数女性 就是自己一个人全程带 你那时候那个委屈 你都就是你 你觉得谁也理解不了你 你心里老委屈了 你就老心疼你自己了 但是你就纯委屈 而且人类就是这个生物 这个物种的设计 它就是设计的 就有点不公平 就是你妈一旦上手 你没生下来就给别人的话 你往往是一个 无法宅业去的活 你比如说你母乳 当你决定母乳那一天 你没法说 我中间两天不母乳了 我出去跟朋友喝点酒 出去玩一玩 然后回来再母乳 我因为它是随时产的 就是他没法偷懒儿的工作 啊 不得赶紧 你好 啥的了 孩子 你好 毛老师你好帅啊 这里头 我是得离远 我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再看我 真是得离远 真是得离远 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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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雪芹 你好 她是铁领的 我铁领的 她俩害羞了 刚起来吧 妈妈又下班了 别晃了脑子疼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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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脸的大小有变化 过年吃胖两斤 很难受 哪个是咱刚才的 这儿呢 咱就像老照片质感的 是咱家穿的衣服的问题吗 这是建国 你会做饭吗 不然会 就是能做手 你家做西餐做中餐 就阿姨会做中餐 因为我学做饭是因为我在国外 我太穷了 我没有钱老出去吃饭 好像都是 我也是 我学做饭也是在纽约的时候 对 所以我就不太会做小炒 因为我家那个是店的 火也不够 对 我就学了一些什么咖喱 什么给孩子烤千层面啥的 你遇见别人尴尬的事儿 咋办呢 我至今都理解不了的一个反射 就是看见别人摔倒 旁边的人会笑 你看是哪种情况 就像滑冰 打出流滑 只不过冰车人拽下去了 我会笑 对 就你如果自己本身摔得很好笑 对 你也觉得这事儿它好笑 大部分就尴尬 就它不是一件窘迫的事儿 对 它是一件窘迫的事儿 我有就咱东北 我走到那儿就摔了 包括我路上 我走到那儿就坐楼梯上了 那也挺好笑的 我觉得还是看关系 对 我去年就下车 就平面地 我看这儿渴到现在还没好呢 就当时这么大一块全雪 就下车的时候自己跪那儿了 给自己笑的 五分钟没起来 就在那儿这样躲着笑 凡姐就是抽陀螺 陀螺没动 塌倒地上了 一边的给自己摔住 抽出来一张 哈哈 哈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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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